股票一定要有人做 没有人做的股票不会涨 到底是哪一些股票是有人做 有人在重压的呢 什么是标股 看我节目就知道 什么是预约涨停人生 看我的节目就知道 全国的观众 全国的投资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准时收看决战筹码 你好 我是歇文 这两个月以来 我们大致上至少做了 二三十档的这个短线的股票 那为什么做短线的股票呢 我们说我们趋就在于这个现实 为什么 因为现在正处在所谓的高档政党 这不是讲一天讲两天 我们已经连续讲了 大概这两个月大致上就是这样子 偶尔会大涨 偶尔会大跌 偶尔会创新高 偶尔会破颈线 这就是高档震荡的特色 十涨十跌 那类股族群会换来换去 那所以你趋就在于现实 你就只能做短线 你不能用这个 你不能用大波段的心带去做操作 什么叫大波段 拉回就是买 拉回就是买 如果你拉回是买 你买到一些所谓的晶片 这个IP的股票 西式财的股票 那完蛋了啦 你前面赚了 你不管你从八千点 一万点 一万两千点进场的 这一波段赚的钱 这个波段全部都投进去 全部都套牢啦 所以各位你要去定位 你要定位什么 这个行情叫做高档震荡 那很多人问我说 老师啊 这个行情常常会出现狂悲狂喜 一下很高兴一下很悲伤 为什么 有时候大涨创新高 创新高完之后大跌 甚至还有等到一千点过的 上个礼拜五大家记不记得 等到一千点 一千点 那昨天又拉上来五百点 我又看到曙光了 又有人叫我什么 找第二只脚 又有人叫我说什么 又现在又可以上了 告诉你怎么样 拉回就是买是对的 那我就有一个很简单的分析嘛 这个趋势形成了嘛 我们先来看前面好了 什么叫趋势 后低不破前低 后高过前高 后低不破前低 后高过前高 后低不破前低 后高过前高 那你现在你回头来看嘛 除了你破上次的颈线前低之外 反弹之时不过前高 再破前前次的低点 再反弹 再不过前高 现在拉回修正 请问你现在这个 以现在这个趋势 应该怎么讲 拉回高档震荡的趋势改变了吗 没有啊 那有什么好狂狂喜 那有什么看到涨就去追 看到跌就很伤心 有什么 他就还是处在高档震荡 他趋势还没有逆转 震荡的高档震荡的趋势没有逆转 我们不是讲一天讲两天的 那高档震荡趋势没有逆转 那你要怎么办 我们讲多久了 来各位 我们讲多久 就短线嘛 还有什么好讲的就是短线啊 为什么要做短线 短线不是叫你变来变去嘛 什么叫变来变去 这个涨去追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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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要很效率的去做布局 你的操作次数会变少 那你可以看长 但是你做短 你懂我的意思吗 看长我可以做短 事先做布局 你的成本要比市场上还来得低 我们在讲大同的时候 请问你 哪个老师不是跟你讲亚历 讲华城 讲大亚 我们在讲大同的时候 我们在期待它什么 美国URL验证 商务部验证 验证完了一次烟火 再来怎么样 货能不能出到美国 如果有 如果有 再涨一波 如果这个出货的这个过程 卖东西给美国 把产品换成现金 有没有入账 有没有实际的入到 公司的损利表 毛利率高不高 这个叫第三层 所以怎么样 第一次 认证认关 认证过关 我们事先买 买在四字尾五字头 认证过关之后 先卖一趟 等它什么 等它拉回 等它拉回 为什么要买 为什么 要等下一次 是否有产品 透过了这一次的认证 而可以销到美国去 有没有接到订单 我是不是看得很长 对不对 我要从认证等到 做到它所谓的 营收数字到路障 好长的一段时间 我是不是可以看得很长 但是我分段做 我做得很短 为什么 趋就在于现实 什么叫现实 大盘在高档震盪 所以各位 如果你判断错误 你就会发现一件事 很多分析师 会告诉你 拉回就是买 好公司拉回就是买 AI怎么样 拉回就是买 拉回就是买 我们不能说 我们不能这样说人家 可是各位 策略错误 是不是策略错误 你自己去看 你买到资源的 沿路下来 来进电脑 你是不是从一万点八千点 开始做股票 你做到现在 涨到两万点了 你会发现你 红尘来去一场空 为什么 你一次你就买他了嘛 一次你就BBQ了啊 买在高档 买在高档 吃豆腐 到底是吃豆渣也吃豆腐 当时也跟各位讲嘛 对不对 很多人认为说我们在骂谁骂谁 有什么好骂 请问各位有什么好骂 讲道理嘛 道理讲出来就好了 道理讲出来就好了 00940 台湾价值 这个台湾价值啊 名字取得真好听 好不好听 好听啊 不是要骂 是要告诉你 你的策略是错的 你选在高档高位阶 2万点带你去买ETF 那你 他们所选择的成分股 都是在之前 就已经拉过一段了 等你上来 人家开始到 等你募集好了 开始买股 人家开始到 这一段 难道不是这样吗 买在高档 募集前涨一段 买在高档之后 不要走 走 买走 买东 买东 下巴巴拉 那什么叫做短线呢 一定要事先预告 从上个礼拜四开始 西老师跟各位讲什么 我们买熊吃 我们买三副 我们买五福 为什么买它 为什么 我们也说了一段故事 我们的前总统去对岸 对岸的领导人也跟我们讲 我们希望大陆的团客 也可以常常来到台湾去观光 去走走去看看 去做交流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对方释出善意 当然你可以回应 我不要 当然你可以回应 我不同意 可是各位两岸需不需要交流 你要不要跟你邻居交流 每天住这么近 你觉得要不要交流 我不管是什么好的交流 还是坏的交流 什么叫坏的交流 飞机常常来飞 就像一个流氓 常常拿木棍在你门口走来走去 这是不是一个交流 这是一种交流 这是不好的交流 那你想要好的交流还是不好的交流 什么叫好的交流 你的陆客来我们这边玩 我们的台湾的去大陆玩 这个才是一个正常的交流 我们官方可以不对话 但是我们民间可以交流 你看到我们的好 我们看到你的美 讲实话我也不喜欢陆客 没得去景点看到一堆大陆人我也不喜欢 对不对 我们是说素质 我们不是说你是谁 我们就讨厌你这个国籍 不是的 我们是在讲素质 是不是 可是各位是一定要交流的 你不可能不跟邻居不交流 那既然要交流 我们当然希望是善意的交流 什么叫善意的交流 双方的团客可以来来去去 好了 我认为这个非常有机会 什么时候有机会 在就职典礼上面 我认为会有一些机会 好 所以我去买雄师 我去买三副 我去买五副 老师我们为什么去买它 你也可以买长龙行啊 你也可以买华航啊 他们来总是要坐飞机吧 我们过去总是要坐飞机吧 你讲了没有道理 有道理 老师你也可以买饭店啊 他们来总是要住饭店吧 我们过去总要住饭店吧 所以他们来也要住饭店啊 你为什么不买饭店类股 各位 饭店也好 旅行社也好 航空公司也好 以这三项来讲 旅行社的毛利率是最高的 那还跟各位讲哦 比如说雄师 路客没有来 他去年可以赚15块 路客来是加分嘛 可是当路客都还没有来哦 疫情开放之后 他去年就可以赚15块 2743的三副 疫情后开放观光旅游 他就可以赚了将近10块 2745的五福 他可以赚到快8块 路客还没有来哦 也就是说 他不是纯粹靠路客 可是各位旅行社的 毛利率就是比较高 他就是比所谓的饭店业 他就是比所谓的航空业 还要来得赚钱 同样的题材 我当然去选择到最强的公司 跟股票嘛 我当然去选择到最强的族群嘛 好了 从上个礼拜四开始跟各位买 跟各位聊 带会员去买 大家来看一下 上礼拜四 四月十八 现在大家都在讲五福啦 我们当时讲五福 说为什么去买他 五福也很出名吗 五福有比凤凰出名吗 有比雄狮出名吗 有比三副出名吗 当然没有 为什么去买他 为什么去买他 筹码比较稳定 什么叫筹码稳定 他没有融资融卷 去买他的人 当天去买他的人 当天没有办法卖掉 一定要明天卖 而且一定要现股 这代表的是什么 这个叫做实质的买盘 各位这个叫实质的买盘 这个叫实质的买盘 为什么选雄师 除了名气大之外 最赚钱 为什么选雄师 因为他最赚钱 涨幅里面来讲 升三档股票涨幅里面 涨最少的就是雄师 涨幅最小的就是雄师 但是没有关系 我们五福几乎天天涨停板 2743的三副 也不错吧 上个礼拜四在这里 也不错吧 短时间之内可以挑战前次小高 我还跟各位举例 举什么例子 我说这档股票前几天 来到高点很多人被套牢 大概过四五天之后 马上就回到那个家位 让那些人解套 我说你觉得这个机会大不大 如果你是主力 你会不会这么干 五天解套牢好可怜喔 我来拉起来让你做解套好了 有没有这个可能 这个机会性大不大 他不是佛心来的 我为什么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连续见两次高 我急需要去买这一档股票 为什么 因为我有时间的压迫性 什么时间的压迫性 说不定国台办很快就宣布了 说不定我们的未来的总统 很快就宣布了 那最差一点 等到520的就职演说当中 说不定会提到 我们也希望对岸的路客 也可以来台湾看看 来我们台湾玩 看我们的台湾之美 所以我有时间的压迫性嘛 所以我短时间之内 我可以马上怎么样 见两次高点 我短时间之内 可以见两次高点 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我可以见两次高点 原来我不是要让这些人解套 我是要让怎么样 我还要让这些人 被我甩叫之后 我还继续涨上去 有没有提早布局 有没有提早在电视上 直接公开讲 有没有 国台办会帮你 可能不用等到520了啦 这个量继续再滚下去 太大的量我就出了啦 说不定我明天三副我就出了 5伏可能还不用出啦 5伏从来我们跟人说它最稳的嘛 对不对 熊四可能再喷个一两根 说不定我又出啦 这个就是什么 就是短见嘛 我趋就在于大盘上面的现实 但是我一定要提早跟各位讲 我一定要提早跟各位解释嘛 我至少要把图拿给你看嘛 有没有出现买一点高位阶低位阶 为什么去买它 买它 很多股票 其他股票也有在涨的啊 那为什么要去选择它 我们要做个两相比较嘛 原来一个叫高点 期待性可能高点的期待性会比较低一点 要不然就做超级短线 那这档股票期待性会比较高 因为它低位阶 但是他们两个做的东西又差不多 或者是赚的钱差不多 或者是同样期待一个同样的题材 那买它不如买它 我要解释清楚嘛 这个叫提早讲嘛 各位就好像2363 我说我为什么可以跟各位讲 它其实还会涨 为什么 我没有提早买啦 这天的时候我记得我接受访问 这三天你还不一定都买得到啦 因为掌停锁止掌停锁止 只有这天打开 这天打开也是马上就锁回去了 这天的时候有人来访问我 老师系统还会不会涨 我说会涨的机会很大 筹码上面出现小逼点 而且就我所了解 做系统的人 这一组人实力非常的坚强 我讲得够清楚够明白了吧 我们不要管他的身份是谁 可是怎么样 他的口袋很薄 实力很坚强 所以你看 纵使这里没有买到 你到这里去买 五字头到今天来讲 大概是七字头了吧 要追高 也要有原因 也要有道理 要追高 也要有原因 也要有道理 6230的操纵 为什么觉得它还会涨 为什么 为什么觉得它还会涨 所有的散热 双红 旗红 一大堆其他的散热 全部都涨过一轮 为什么操纵不会涨 因为它现在叫尼德克操纵 它被日本人并走了 可是各位 它的产品没有被并走 它公司还是一样赚钱 就散热来讲 它也是一个佼佼者 所以股价有那种补涨效应 补涨效应 知道意思吗 筹码相对干净 为什么 成交量变很小 因为它股本本来就不大 8.6亿而已 所以它还会涨 这样讲得够不够清楚 这样讲得够不够清楚 那一样嘛 老师尼德克什么时候要卖 老师操纵什么时候要卖 出大量我就卖了 就跟做所罗门一样 跟做音纪一样 那你一定会问说 老师会不会跟所罗门一样 卖掉了以后还有涨停板 亚翔也是 卖掉了以后还有两根涨停板 有没有机会发生 有啊 有机会发生 但是我不管嘛 股票这么多 有这么多可以选择的公司跟股票 我为什么一定要 一定要做这一档 我为什么要把我自己陷在不安全的地方 什么叫不安全 高档报大量 高档常上引线 高档头部贯穿 或者是怎么样 底部报个超大天量 那我当然走啊 我为什么要把我自己暴露在风险当中 我有这么多股票可以做 我有这么多股票可以选 不舒服我就走了嘛 走了你涨就涨啊 我买别的股票又不是不会涨 所以你别人跟我讲说 老师啊好可惜啊 亚翔卖掉了以后又有两只涨停 老师你卖296 最高传到366 没关系啦 怎么会有那么多 中小型的股票这么多 中小型的表股这么多 你怕什么 怕找不到股票买吗 来 6449的股邦 卖了啊卖了也是飞出去了啊 卖掉有赚钱卖掉以后 也是飞出去了啊 怎么办 被动元件我为什么不选国具 我又不选华星科 同样都是被动元件 我当然是选 子率高的 毛率高的 三率三升的 或者是今年有成长 订单已经在手的 这就是选择嘛 我看长可以做短吗 对不对 我看长我可以做短嘛 从买点出现 你就沿路喷沿路喷沿路喷 说实在的啦 这一段很难熬啦 我大概就是卖在这一段啦 这一段很难熬啦 卖了喷了就喷了嘛 要不然怎么办 那我能怎么办 那我能怎么办 3686的达能一下涨一下跌 一下涨一下跌 不报天量不卖出 不报大量不卖出 好不好 跟系统跟操纵一样 不报天量不报大量 不卖出 这短线5230的雷迪克好不好买 有没有买点出现 有没有买点出现 有没有提早讲 有没有提早买 几买卖在最高点 几乎啦没有卖在最高点 那几乎卖在最高点 相对高点了 卖在这一根啦 卖在这一根 相对高点了吧 是不是 天乐店 这个你印象深刻吧 为什么印象深刻 第一天上节目我没有去查字典啊 我说这个字到底怎么念啊 希望观众在下面留言 你记不记得 结果中间广告的时候 那个小编跟我讲说 是那个字念月 这么印象 那么深刻的公司 你应该记得吧 如果你看我节目的话 来各位 听乐店 买点出现 那你说我少赚了 某些股票我少赚了一根两根 掌停板 我会有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啊 我哪有关系 我哪有差 一支就補回来了啊 一支就補回来了嘛 4月18号 是请会员开始买 4月18号在电视上直接讲 我认为国台办以后会帮我们 我认为两岸以后怎么样 会有善意的善意的交流跟往来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去大陆玩 大陆可以来我们台湾 看到我们台湾的美 记得吧 对不对 两岸需不需要 就要交流 打架也是一种交流啊 开飞机过来也是一种交流啊 船在你旁边绕来绕去 也是一种交流 那你要哪一种交流嘛 你跟你的邻居都不讲话 都不聊天了嘛 你到本搜的时候 你去问一下吧 哎 吃饭了吗 哎 礼拜要去哪 对不对 会提供一下嘛 会交流一下嘛 怎么可能跟邻居都不讲话 既然要讲话 当然是要善意的聊天嘛 要聊天就 两岸就要开始交流啊 对不对 好啦 等下下一段回来我又要事先讲 事先讲什么 事先讲我们未来要做的股票了啦 什么原因什么 到底什么理由 你等下回来你就知道了 广告当中 先把我们扫QR Code 先打电话进来 参加谢老师的短线VIP 我们等下回来 带金一定带出 精选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带金一定带出 陈通同步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借获利 无往不利 陈通同步 值得托付 0227525868 2752586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鼓动乾坤 欢迎回来 来我们赶快来进电脑看股票 这一档股票两个量 短时间之内 过了这一条所谓的颈线 这支如果没去 你来找我 这支底线你没贪钱 你来找我 老师 面板好像不错 好像要调整价格 你要买面板你就买它 你不要买友达群创 单脚出大量 两天之后马上站回 这代表的是什么 筹码洗得干干净净 马上就要出小逼点了 这支股票也同样 没贪钱你来找我 各位老师没有 股票都把你找好了 都事先跟各位讲 先都把股票准备好 standby好 等你进来 让你短线大赚 让你短线赚钱 我刚才跟你说的 那两支股票 如果没贪钱你来找我 广告中有我们的服务电话 拨电话进来 加入谢一文 谢老师的短线VIP 我们明天见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